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商務就在意 捍衛消費權益 我是好方方總編 也是本節目的製作人 楊青亮 大家好 我是廖志航 歡迎各位收看 買房賣房真相大追擊 這樣 最近因為前NBA巨星霍華德 來台打球 引起了一陣籃球的熱潮 林口體大體育館 那天湧進了15500名的球迷 想要一堵巨星的風采 而他本人在之前受訪的時候 也表示說 如果他可以在台灣奪冠 他可能就要考慮 在台灣買房子定居了 這消息一出 我就在想 如果外國人想要在台灣買房定居 會有什麼限制嗎 外國人想要在台灣買房地產 除了國籍外 最大限制就是規定在土地法中的第17條 有部分不能取得的土地 像是資源地 要塞軍備區域 還有領域邊境等等 這些土地不只無法購買 連繼承都不行取得 不過如果真的繼承到了這類型的土地 會變得怎麼樣呢 如果是外國人繼承取得 那就需要在三年內出售給本國人才行 如果三年內沒有出售 就會由國產署公開標售 讓取得這類土地的外國人 以標售結果取得嫁金 那外國人來台買房 對國籍又有什麼限制呢 國籍這部分 又分成 完全平等互惠之國家 負條件平等互惠之國家 及非平等互惠之國家 這三種 這要看想購買房地產的外國人的國籍 是屬於哪一種 那像霍華德 他是美國喬治亞洲人 這是屬於哪一種呢 美國其中有42州 在台灣屬於完全平等互惠之國家 其中喬治亞州也包含在內 另外像是韓國 英國 德國 等等 共77個國家 這些都是 這些國家的人呢 想要在台灣買賣房地產 基本上擁有跟台灣人民相同的權利 可以自由進行買賣 當然也一樣 有繳納土地增值稅 以及房地合一稅等這些納稅的義務 那跟副條件平等互惠之國家 差別在哪裡呢 如果是副條件平等互惠之國家 像是新加坡 菲律賓 美國剩下的8州 等25個國家 想要在台灣買房地產 就會部分有些限制 以菲律賓來說 有限制只能取得區分所有建物 全部專有部分40%以內的建物所有權 所以菲律賓人在台灣就不能購買透天 而這些限制對各國也有所不同 那這麼說起來 非平等互惠之國家 在台灣應該就是不能夠購買房地產囉 總民說得沒錯 如果是非平等互惠之國家 像是印尼、越南等36個國家 無論用什麼方式都不能取得台灣的土地 也不可以對台灣的土地行使設定抵押 點權土地權利 那這些可以在台灣購買房地產的外國人 貸款的審核條件 應該會跟一般國人有所不同吧 有需要特別注意什麼嗎 沒錯 銀行在審核外國人的貸款時 會叫國人在嚴謹 所以想要在台灣買房的外國人 需要注意的事項 因為外國人如果申請貸款 除了需要長期居留證 以及穩定的薪資收入之外 有些銀行還會要求 要找一位有工作收入 而且信用良好的台灣人 來當保證人才行 而且因為陳述還有還款的年限條件 也會比較低 所以想要在台灣買房的外國人 一開始的製備款 可能要準備多一點會比較好 原來外國人想要在台灣買房定居 除了有些土地不能夠取得之外 還要注意自己的國家 對我們是哪一種平等的互惠原則才可以 是啊 只要符合相關的條件 並準備足夠的製備款 都非常歡迎來台灣這個好地方居住 這是我們節目的宗旨 挖掘事件真相 捍衛消費權益 若你買房賣房交易有糾紛 請讓好房網新聞義務律師團來幫你 沒錯 有買房賣房的交易糾紛 可以點選影片資訊欄的爆料專線連結 或是畫面的QR Code聯絡我們 QR Code在這裡 當然要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也歡迎您在下方留言喔 身上就是正義 捍衛消費權益 真相大最集 我們下次見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 好房網YouTube頻道 影片新上架就能夠收到通知喔